小潘介绍 7月份他在杭州前堂区云上学府小区租了房子 7月中旬的时候大概是问这个门口的保安 然后他推给了我一个中介的联系方式 问了中介看了房子 当时比较顺利就直接订了这一间 小潘说 那位义务员是个人中介 当时交给对方600元中介费 这份租赁合同是跟房东签的 租期从2022年7月18号到2023年7月18号 小潘付了三个月租金3300元和1100元押金 8月中旬 小潘换到了杭州拱树去工作 住到大概上个礼拜天的样子 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嘛 我这边可能需要搬走 他有三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当时跟房东商量 他说让我正常搬走 然后后面他会什么打扫房子 然后安排后面的租客住进来 小潘说 房东提出有新租客要来 让他尽快搬走 可以退押金 他拿出了8月13号跟房东的微信聊天记录 那个房子你确不确定明天搬啊 你要是明天搬的话 押金都可以退给你 我给你找到客户了 你可以让那个客户住进来明天 当时让我赶紧搬走 那个租客急着住进来 说如果我不搬走的话 押金不能退给我 那我想着肯定要把押金拿回来嘛 小潘说 8月14号他搬走了 房东退回了两个月租金 但押金一直没有退 等到星期四的时候 他主动联系我 就说那个押金可能退不了了 但是剩下这一个月没满的三天房租是可以返给我的 主要是想他把押金退给我 因为这也是他当时承诺我的 我也是按照他的要求 然后马上搬走了 那他出尔反尔的 而且他说后面那个租客他搬走了 到底有没有搬走 我怎么知道呢 现在房间也进不去 小潘按照合同上的手机号拨打过去 接电话的是位男士 他要搬走的 我能给你找到房客 我叫押金退给你 等于说你转租了 所以我是好心 我是帮他找房客 所以我也不管随便 结果来人家没有签合同 人家没有住 房的现在已经空了那么多天了 房东表示 本来有人说好要租 可后来又变卦了 之前中介带小潘找到他 他也支付了600元中介费 房东表示 他之前付给中介600元 得从押金里扣除 还剩500元押金再兑半分 他愿意退250元押金和剩余三天房租 加起来是360元 小潘接受了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